介紹寶馬 E36 M3 為何會製造這樣的房車 MEN CLUB你們是否借不到車 出聲吧 如果每次說 E36 M3 都推出黃色的褲飛板 會否悶了一點 放心,黃色的褲飛板一定有 很快還可以看 MEN CLUB 其實為何會在E36 M3這一代出現四門房車版呢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一個很正式的官方說法 但是我們可以從近年一些E36 M3開發團隊 他們退休之後接受傳媒訪問找到少少線索 說法大致是以下這樣 80年代末保馬高層認為E30 M3在賽車場上贏盡明星 贏了很多獎盃 是時候在緊接那一代拿回實際收益 再看看同期的E34 M5 其實在國際的高性能房車市場得到很好的好評 亦都相當好賣 令他們覺得把M5這一套倒進三系 其實是有得做的 與此同時國際的房車賽 其實在那段時期90年代初 陸陸續續轉用所謂Class 2的賽例 保馬亦都在這一段時期 轉用了E36 M3的四門房車上陣 市場上已經凝聚了相當的購買力或訴求 可以接受到一部高性能的四門M3 我和這位車主談過 問他為何會選擇房車版 他說實用 怎麼搞錯 買了三系的頂級版 即是M3 居然因為實用 再問他 你喜不喜歡M3的Coupe版 他閉上眼睛 小聲說不 再問一下 原來它的真正原因是 因為M3的Sedan 因為夠罕有 所以真是百貨養百客 但喜歡M3房車 絕對不是小數 原來香港也有不少粉絲 以這部車的前任車主為例 除了有一部3.0版本之外 後期再買一部3.2 兩部都是棍波版 突然間我想 如果E36 M3當年有旅行車版 你會不會是賣家之一 E36 M3在1992年發表 最早期只有Coupe版 在1994年起 追加了房車版 之後有開篷車版 他們早期都是配一部 S50系列的3公升 直列錄氣缸自然級引擎 最大馬力在7000轉時有286匹 公直扭力有32.6kg 在3600轉時已經輸出 配五前速的手龍波箱 在1995年中至1996年這段時間 全線M3都改配了3.2公升直錄 自然級引擎 最大馬力升到321匹 風直扭力到35.7kg 全部轉了六速棍波 在1997年後也有追加SMG 那些是另一個範圍 我們遲些再說 升級波箱後 CC又大了 在0至100公里加速的時間 由之前的3.0版本 5.4秒降至5.2秒 在90年代中 這個性能相當厲害 這部M3在1995年8月登記 即是香港出牌 換言之 這部車的首任車主 在收到車後 沒多久 德國廠方正式公佈 推出了3.2升級版 比賽你會否看不開 拿刀仔吉大腿 我有幾年沒有駕駛過 E36 3系 包括M3 很多人都覺得這款車 舒服就夠舒服 但是沒有E33系 在彎路身手很矯折的特性 而且因為E36軸距較長 而這部M3房車 車頭又塞了一副 3公升直錄引擎 所以入彎的turn in 反應 是真的沒有那麼固執 但是這些都只是相對而言 即是跟E30相對而言 這次我再駕駛 我覺得E36 M3 依然是一部很Smooth的 F-R高性能房車 而且車架是很紮實的 比起E30 3系 或者E30 M3 你駕駛這部車 如果是快劈的時候 入彎前的braking 真的要做得好些 而且你心中要有線位 要計劃好 絕對不可以說 好像現在有些小部分 有些新排仔 駕駛駛到彎前 湧進去 不可以的 當你有一個很好的計劃熟集之後 E36 M3 這部房車 我覺得它依然是一部很快的房車 很好駕駛 說到這裏 好像這部車 又很好駕駛 又很舒服 又很好玩 有沒有缺點 當然有 你看看這部軚盤 這部原裝軚 大到離譜 我覺得以今的標準 實在超過了 另外外型方面 這部車 都比較低調了一點 低調得有點過分 如果你不熟車的話 來遠網就以為一部 是二十多年的四門三系 不過這樣又這樣好 適合那些喜歡低調的男人 引擎我覺得它很爽 而且在低轉到四千轉的時候 已經轉動了